大家好,我是林峰 首先欢迎大家收看林峰代理征服轻入室系列视频教程 这是本系列视频教程的第二讲 也是基础篇的第一讲 从今天开始我们开始学习 五一单评级 首先来看一下本节的主要内容 第1个是 五一单评级简介 第2个是学单评级的准备工作 首先来简要说一下 五一单评级 1980年英特尔公司推出了 MCS-51单评级 从此到现在已经有30年 这个单评级以及典型的结构 完善的总线专用控制器 以及逻辑为了操作 还有面向控制的丰富的指令系统 堪称一代名机 为以后的其他单评级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然后好多公司都开发出了 代五一单评级盒的特殊用途的芯片 像寄送USB的寄送ADDA的等等 然后在这个高等教育里面好多高校都以五一单评级为蓝本来进行这个单评级的教育 然后单评级的外围设计在网上也有好多的资料 还有好多书籍可以参考 所以的话非常适合入门学习 然后说一下五一单评级的发展情况 正因为MCS-51优越的性能和完善的结构 导致后来许多的厂商沿用其体系结构 这就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MCS-51单评级 现在基于五一内核的单评级品种非常丰富 在MCS-51的基础上扩展了高速的IO口 AD转换器PWM 看蒙古 iPhoneC等等 并且速度和稳定性都有了很大的增强 与经典MCS-51兼容的单评级主要有 大家要注意一下 这个单评级现在已经没有了 知道吧 然后现在我这里只是随便列了一下 有接触比较多的 有第一个是Atmel公司 有AT894A5 后面是X515A535等等 好多好多个系列 它这个芯片现在也停长了 可能是市面上还能买着 但是它但是这个已经停长了 现在已经被S系列取代 就是这个 大家如果买到这个芯片的话 其实不因为这个芯片 它是不支持那个ISP下载的 需要用那个烧写器 所以的话 所以的话对学习还是 其实买过来根本就学不了 大家要买的话 买这个 S515253都可以 然后这个 SST公司的 它这个像什么564516等等 它这个是带监控程序的 可以实现简单的仿真功能 这个芯片就是咱们平时说的什么仿真芯片 515大面积的仿真芯片 就这个 就就这个 然后说一下红金公司 这个是咱们大陆的一家公司 它是就是STC的89C5 可能5152等等 这个大家应该很熟悉 它有好多的系列 515大面积里面 而且是支持窗口下载的 也是这个 就是这个和这个都是支持ISP下载的 像这样 我们这就是我们在接下来课程里面用到的一个学习版 它是支持这两种大面积的ISP下载的 然后来看一下 这个515大面积的引脚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四十角的 这个515 这个芯片是总线型的 什么叫总线型 就是它像这个P0 P0口 就从P0.0到P0.7 一组有8位 然后P1口 从P1.0到P1.7 也有8位 P2口 从P2.0到P2.7 有8位 P3口 从P3.7到P3.0 也有8位 就是每一组都有8位 它就 就是因为 515大面积里面总线都是8位的嘛 正好是一组 然后看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P3口 P3.0 3.1 3.2 3.3 3.4 3.5 然后就到3.7 没有3.6 所以它这个是非总线型的 是这样子 然后我在这里呢 再给大家说一下 可能好多同学去要学单评机 到这个市场上去买单评机 然后老板就会问你 你要什么后缀的呀 这时候大同学就懵了 不知道该怎么说好 下面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我 我现在用的这个 这个芯片 就随便找了一个芯片 把它的型号写上来了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 AT AT表示的就是Atmel公司的 就咱们 这上面说的这个 这个Atmel公司 就是这个公司生产的芯片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AT的意思 然后 8 9 这个9 表示它内部是Flash 承受器的 Flash 这个 Flash 然后这个S 表示的是可下载的Flash 就是支持ISP下载的Flash 当然这里面除了有S以外 还有C 就刚才咱们看到8 9 C 什么5多少 然后还有LV C表示什么呢 C表示这个芯片是CMOS工艺生产的 然后这个LV表示的是低电压的产品 因为这个片子的话 这个片子它是5V的 它有一些低电压可能是3.3V的这样子 然后这个 这个5251 那53都有 还有58等等 那这个就是表示它的这个型号嘛 然后这个24 这后面还有个24这个数字 它后面除了有24以外 还有12 有16 有20 然后24 它这个表示它最快的这个频率 运行的频率 就比如说你这个24兆的话 那我这个金针就可以给它24兆 它可以运行的在24兆的金针下面 你要是16的话 那么你这个金针就必须只能在16兆 就最快的速度就是16兆 然后说一下这个P 后面还有个P 这个P是什么意思呢 P表示它这个芯片的封装形式 像P的话那就是双列直插的 就是40个角 就是这样子的 双列直插的 然后它除了P以外 它还有D 表示陶瓷封装的 然后还有J 叫P O C C的 大家看我们一个方形的那种 然后还有什么S啊 Q啊 这都是贴片的 这都是贴片 然后再看后面最后一个是C 这个C是什么意思呢 C是commercial 表示是商用 商用的产品 商业 这个商 商业用的 它这个温度是从没记错的话应该是0到75度 0到75度 这个C 然后它一般除了C以外 它还有I I是表示工业用品 它温度的融线会高一些 然后还有A PA 是表示汽车用品 就是在汽车上用的 PA 然后还有PM M表示的是均用的 M表示的是均用的 那就贵很多了 而且就是稳定性等等什么都要强很多 然后可能除了这几个以外 大家还会买到后面带的不是什么 不是PC IP IP APM 还有PU的 PU是什么意思 它是表示这个芯片是不含铅的 就是无铅产品 像你要是以后产品要出口的话 那么你就要考虑一下买这个PU的 就是这样子 反正我这里就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要更详细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在网站去查 然后说一下这个51大命机的内部结构 51大命机内部集成8位CPU 4K字节的RAM 128字节的RAM 4个8位并行IO口 一个全双公串行口 两个16位的电视器计数器 5个中段源 CPU由运算以控制逻辑组成 同时还包含中端系统 还有部分的特殊的工程寄存器 然后RAM CPU大家应该都知道 那就是中央处理器嘛 说一下这个RAM RAM的话大家可能不太知道 那么使用过电脑的同学应该知道内存 像比如说什么1G的内存条等等 这个内存就是这个RAM 就是它这个是用来存放可读写数据 就是运算的中间结果存在那里 掉电以后是会丢失的 就是你要是停电的话 里面的东西就没有了 然后RAM RAM的话就相当什么 相当咱们电脑上的硬盘 它也是用来存放数据的 但是它这个是掉电子不丢失 就好比电脑关了以后 咱们硬盘的数据还是在的 就是这样子的 这两个希望大家要区分开来 一个是RAM 一个是RAM 然后就是IO口 IO口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 我说是总线的有四组嘛 一组八位的 就是说的就是IO口 它是可以用来做输入或者输出的 就是可以输入输出用的 然后就是两个定时器和技术器 为什么叫定时器技术器 就是它既可以用来定时 也可以拿来技术 你看既可以工作在定时模式 也可以工作在技术模式 还有中段源 五个中段源 中段以后在后面给大家讲 然后还有全双工的UART UART就是说白了 就是和PCC通信的 一个接口就可以了 大家这么理解就行了 可以实现单评机之间 还有危机 单评机和危机之间的窗口通讯 然后片内震荡器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它那个金正嘛 实行晶体 还有微调定容 需要外接 然后学单评机到底学什么 我这里是自己总结的 不一定是这个非常的严谨 第一个就是对IO口的控制 无论是单评机对外接 进行各种控制 都是通过IO口进行的 其实学单评机的话 就是你就是要让单评机在正确的时间 以正确的方式通过它的IO口 就是那四组引脚输出高电频或者低电频 这就是单评机 就是学单评机就学这些东西 你就是让它在适当的时候输出高低电频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设外部控制 它因为它那个单评机既可以往外就可以输出嘛 输出高低电频也可以感受外部嘛 输入嘛 那就还得设外部的控制 用IO口来感受外部的电压 然后我要单评机共有P0 P1 P2 P3 四个八位双向输入输出端口 每个端口都有输出器 四个端口都可以用作输入输出用 然后怎么开始学习 首先要放下课本 因为 因为现在的 现在特别是在校的大学生 都很 大家都非常的习惯 不管学什么东西 第一个就是去去接书 看书 使劲看书 看完书以后 使劲做练习题 然后就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 大学都是这样嘛 应付考试 然后大家就习惯了 但是单评机它不是这样子 它需要你去 动手练习 所以 大家如果要学的话 第一个就要放下课本 去动手练习 然后 发现你 理论知识有欠缺的时候 再回过头来看书 需要什么就补什么 缺什么就补什么 特别是工作以后 更是这样子 因为 因为 知识好多 你永远学不完 所以的话 咱们就是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学 那样子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才是 发挥了 相当于 得到了最优化的配置 好吧 然后 大胆实践 通过做项目来积累经验 为什么要大胆实践 大家只要有自己的想法 你想做一个什么东西 你就自己去想 自己去做就可以了 然后有不懂的 在网上去找人问 或者看论堂 等等等等 方法很多 最重要的就是要实践 就是这样子 只要有这三条 相信大家 学单评级没有问题 好 下面我来讲一下 这个单评级的一些基本的预备知识 首先就是 数字电路当中只有两种电瓶 一个是高电瓶 一个是低电瓶 高电瓶 像我们 五一这里 就是正五伏 低电瓶 就是零伏 就是有电 在这个单评级里面 就是有电 没电 高电瓶 低电瓶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正五伏 就是高电瓶 低电瓶 就是零伏 但这是理论上 其实并不严格 可能你零点几 也是算低电瓶 这样子 然后 这里 像这里刚说了 然后 这个二三二的电瓶 因为到时候 我们会需要和 这个单评级 需要和这个计算机 进行通信 这就涉及到一个 二三二电瓶 它的高电瓶是 负十二伏 和这个是反过来 低电瓶是正的十二伏 然后 是这个二进制 二进制 就是因为数字电瓶当中 它两种电瓶特性 决定了 它 就是里面会有二进制 因为它只有高电瓶 低电瓶 就是有电没电 两种状态 那么数字电瓶正好是01 有电 没电有电 就是这样 所以说 这就是二进制 它里面 我这个就比较简单的说一下 因为大家肯定都了解 这些东西 然后十六进制 就是相当于 因为二进制 是一种二进制的 简短的表示形式 然后 从0 123456789 然后 到这就是 A B C D E F F是15 然后大家需要 手链掌握 这个二进制 和16进制 之间的 这个转换 还有 二进制 还有就是 把十进制 转换成 16进制 但是这个大家 没必要自己 自己去算 没必要自己去算 咱们这个电脑上 有这个计算器嘛 就是在查看里面选中科学型 然后 比如说我随便数个数 数个56 不是65 然后 我点下 16进制 它就变成了 16进制的41 然后我点下 2进制 它就变成了 2进制 就这样子 所以的话 大家没有必要自己去算 这些这些东西 然后 然后说一下 我再来说一下 这个 二进制的这个逻辑运算 就是数字电路里面的 基本逻辑运算 与运算 首先说一下这个与运算 与运算是什么意思 就是 两个必须都有 否则就没有 它就是 两个条件 必须要都达到 才是有 就比如说这个 0 0 0和0相遇 那就是0 然后 0和1相遇 还有一和0相遇 都是0 只有1和1相遇的情况下 它才是1 就是两者都需要满足1 就是两个 两者都需要满足 就是两个1相遇 就是1 货运算 那正好和它相当于反过来 两个0是当然是0了 然后0和1 1和0 还有一和1 都是1 在与运算里面 只要有0 绝对是0 而在货里面 只要有1 那绝对就是1 是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非运算 非运算 其实就是求反 1的非 就是0 0的非 就是1 就是这样子 好 这句话就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